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下好好念佛 啥吧,不念到一心不乱,不算念 这个呢,是海贤老和尚说的 那其实我也不太懂 可是呢,我们要相信的是 念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一秒,你的大脑其实已经运送了很多个想法 也许你只抓到了一个 这就是什么,粗心大意 我们必须要细心起来 细心起来,才能够明白这很多很多的道理 一定要自律 我觉得,如果说很多的想法我们有的话呢 我都可以理解 比如说你是一个凡人,对吧 比如说有一点贪恋,对吧 有一点糊涂,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有两种念头 我们是目前必须要止住的 就是第一个是骂人生气这个念头 一定要止住 第二点就是 隐喻和邻居和邻居这样的念头 一定要止住 因为什么呢 他们对身体的伤害是太大太大 太巨大了 所以 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那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可以用念佛的方法 一念止一切念 就是你不要去想他说 会有什么神明啊 那是迷信 就是那就是迷信 宇宙的道理就是 念头一个也不要有 无始无明的 嗯 现在的话呢 你用阿弥陀佛这个念法 就是这个念头 止住一切的念头 之后的事情 之后再说 不可以粗心大意了 加油 加油